哈喽大家好,电影密探探无止境 我是深度解读优质电影的二哥 武术作为中国的国粹 今些年受到质疑,人们总在疑惑 武术在当今还有什么用处 中国武术下一步要走向何方 我们说的江湖,以前经常指武侠里的江湖 但中国的传统武术也有江湖 而江湖有江湖的法族,也有江湖的人和事 今天就介绍一部有关武术江湖的电影 师父,话说1932年天津仍是武术之都 南方武师陈时来到天津,想要名 找到天津武馆界的头牌老郑 当着老郑的面,陈时干净利落地把铠甲武士打趴下 这身功夫俗人练不出,惊了老郑 天津的武馆,武术做成了生意,根本不教真东西 老郑当了30年头牌,想改变这一点 他决定帮陈时央名退休前博点名声 老郑带陈时到西洋饭店吃饭 老郑说,要在天津立足,至少替管八家 但至今没人替过五家 这家饭店的面包也没人吃得过五个 陈时当即要了八个面包 吃得清津爆起才吃了五个 胸台好胃口啊 一名服务员过来了,态度很好哄 这服务态度差点近了 陈时和老郑目瞪口袋 按照一般惯例,想在天津开武馆要名 要有师父的徒弟踢馆 然后徒弟被赶出天津 师父可以开馆 这样一来,既保住了天津武馆的面子 又认可了师父的功夫 交一名徒弟最快三年 陈时要掩人耳目,需要乘个家 陈时又看向了那名服务员 很快,在老郑的牵线大桥下,谈妥了 服务员嫁给陈时 服务员得了钱财 陈时和媳妇住进了贫民窟 不得不说,有一些某某界某某圈的规矩 根本上为了维护自身的面子利益 大部分人也要入乡随俗 那接下来陈时要干什么呢 当然是 火烧凉旗,找徒弟啦 有一天,陈时陪媳妇小慧逛街回来 漂亮的媳妇引起混混的注意 陈时录了两手 一个绞航的哥们也盯上了小慧 尾随着到了他们家 说是切磋拳法 实际是拆人家媳妇身子 下见 他叫耿良臣,天津本地人 绞航运货为生 耿良臣和陈时比了比 只有被蹂躏的份 陈时掏出一只螃蟹说 我看你骨骼惊奇 不学权可惜了 以后跟我学 本来老郑已经推荐管家的儿子 跟陈时学权 但现在陈时拒了 老郑透露 踢馆到第八家 会推举他来应战 为了名声 他不能输 陈时徒弟会了 他也要学 如此看来 老郑给陈时介绍徒弟 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有名貌的人 对自己的名声看得很重 毕竟有名才有利 仅一年时间 耿良臣便学成踢馆 对手漏洞百出 而耿良臣毫发无伤 大胜对手 陈时每月和小慧逛一次街 这一次 小慧的包被偷了 小混混们不知天高低厚 要和陈时过过招 一根长杆 边打边和小慧说着自己以前 小混混们一个个被打趴下 看着让人解气 耿良臣踢馆也连胜七家 周官长带着天津的馆长们 到陈时家逼问 踢馆是不是他的主意 陈时否认 小慧才知道 娶他住贫民窟全是掩饰 而苏官长自然不会放过耿良臣 老郑向苏官长抱怨 天津武馆不交真的 苏官长的话赤裸裸地陈述了 天津武术已不再纯粹 全数自古秘传 广州学院的武馆是深造出来的 政客做政绩 商家做名声 等他们做够了 不再捐款 武馆的繁荣也就断了 好日子不长 何必认真 苏官长请老郑出面 对阵耿良臣 但老郑在和耿良臣比试前 和他在军界的徒弟林副官比武 被林副官暗算了 还被林副官拍了下来 徒弟明显要借此扬名啊 老郑名声不保 拿着徒弟给的钱 离开了天津 陈氏这边 被苏官长接到了茶楼 天津武术界的馆长们 要在这里选边站 实际呢 是要逼着陈氏放弃他的徒弟 陈氏请求苏官长放过他们尸徒 他们离开天津 但苏官长不答应 陈氏出卖了辛苦交出来的徒弟 苏官长干着龌龊的事 还想要名声 采取了七句宝善的策略 你徒弟提了八家武官 我们连世不带徒弟的赶走 天下人会说我们霸道 我们支持你开武官 至少一年 林副官暗算了师傅 想在天津武术界确立地位 设了局要除掉龚良臣 龚良臣被林副官的二人 暗早在地上 而苏官长和林副官沆瀣一气 穿同一条裤子 当然 后面还有转折 充分说明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龚良臣凭借出色的身手 挣脱出来 林副官的手下被纷纷打趴下 接下来 超级大反派林副官上场了 林副官本身武功不行 但耍诈时间属于行家 管家的儿子扔给龚良臣一把刀 双手被占预 林副官趁机将双刀插入龚良臣府中 龚良臣被带走 而陈石和租官长就站在楼上看着 看到自己的徒弟被暗算 想必陈石也不愿意 但他还是选择了出卖徒弟 袖手旁观 林副官把龚良臣拉到郊外 打算逐出天津 但龚良臣硬气 执意要回天津 随惨死 陈石生气地拼烂龚良臣练武的目装 他弃自己的卑鄙 他弃自己出卖徒弟 他弃自己一心想要杨明 但这种结局也让杨明没了意思 族馆长也不忘来冷嘲热讽挖苦一番 陈石想过就这么算了 但练武之人怎么可能没点方刚确气 到了武馆开业的日子 陈石把所有的积蓄交给小慧 让他在火车站等着 如果自己没来 让他自己上车走 但小慧没有到火车站 而是在武馆不远的地方 祈祷城时平安出来 开业这天 林副官 邹馆长 还有天津武行大大小小的头目 全到了武馆 宴席上 狡诈的林副官 放起了打败师傅的小电影 这明显属于欺痴灭祖的行为 赛场的人群情激愤 邹馆长站出来一番义正言辞的说辞 承认了林副官继承老郑在武行的地位 一群人向强权踢头 但陈石看不下去 拿刀挑战林副官 一来为老郑鸣不平 更主要的是 林副官杀死了他的徒弟 他咽不下这口气 但邹馆长挡了陈石的刀 面对前面的邹馆长和林副官的枪 陈石再一次向强权踢头 我跟你们一样 也盼着耿良臣早日毁了 打完八家被逐出天津 毁一个天才 成就个门派 我不是他师傅 是个算账 大家又平静下来 看起来的电影 你们以为这就完了 一群人突然扑倒陈石 像他徒弟一样被按在地上 混乱中一把刀被递到了陈石手中 陈石一刀杀了林副官 林副官做梦也没有想到 就这么嗝屁了 邹馆长慢慢走了出来 邹馆长的这一招借到杀人 不但解决掉了想掌控天津武行的林副官 还嫁祸给了陈石 可谓一尸二鸟 从这也能看出来 天津武行长期被一名女子把持 说明天津武行已经没落 阴谋诡计从出不清 不同规矩保护于右阶层 天津武行也以乌烟瘴气 陈石被擒 趁机逃出 一群武行的人穷追不舍 邹馆长放出好眼 要让陈石看够北方的刀 小慧看到他出来 立马向火差站赶 陈石一路狂奔 给天津人留下了一点荣耀 但陈石还是被堵塞了半路 天津武行的高手清朝初等 陈石一一破解 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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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去找你 这里的打斗才是真的武术 不像某些电影中飞檐走壁一样 眼花缭乱 胜败可能就在一招之间 项道里人倒了一地 陈氏打到周官长面前 一刀削掉周官长半个耳环 言外之意 我能削你耳环就能杀你 陈氏一路跑到火车站 但小慧还没赶到 陈氏以为他已经走了 就上了去广东的火车 小慧错过了火车 周官长带人赶到 你男人做了什么知道吗 知道什么 他犯的事 我担着 但周官长放过了他 因为周官长想跟踪他找出陈氏 警告陈氏 不要画了天津武皇的名声 结尾 小慧坐车去了广东 周官长说 永春绝了 真的绝了吗 非但没有 他还发扬光大 传播到世界各地 如今的中国武术 在不同比赛舞台上 好像没有显示出 和他地位相称的威力 但他的EZ元素 技巧 却被不同的武术借鉴 一方面 可能意味中国的武术 和搏击类的武术不一样 不倾向于杀人计 另一方面 中国的武术已经脱离实践 较少拥用于实战 但不论怎样 就像徐浩峰导演的 《倭寇的痕迹》体现的一样 武术要与实俱进 才能不断焕发光彩 否则也只能被淘汰 你们对中国武术 有什么看法呢 请到评论区告诉我 电影也讽刺了 武行馆长们 林副馆 老郑 精于阴谋算计 反而市井的耿良臣 小慧 脚航却坚守情谊 还有点 仗义美多 土狗贝的意思 另外 可以搜索电影密探 也可以扫描二维码 订阅我的公众号 告诉我 你们想看什么电影 还有不定期的福利推送 好了 电影密探 探无止境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